在前段时间里面 台军已经做过了演练 而在演练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也有美军的顾问 从中指导 但是台军在那次演练中 竟然在突击州 坐在训练里面 竟然发生了意外 造成三死一重伤的惨剧 那这么糟糕的 一个训练的成果 当然搬不上台面 训练如果已经如此了 那真正在战争的压力之下 所进行的夺岛行动 你说有成功的可能吗 所以这时候 就有了伤请美国海军陆战队 到台湾来 帮助台湾的海军陆战队 进行突击州坐在训练 以及两栖登陆坐在训练的 一个这样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 不是刚刚有的 这个计划 早就在特朗普执政的时期 已经离定的 所以才会有 现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已经进行帮助台军 进行突击州坐在训练 以及两栖作战 夺岛训练的 这样的内容被披露出来 大选的结果出乎意外 我说的是出乎 蔡英文当局的意外 那最重要的问题是说 类似这样的夺岛计划 类似这样在夺岛计划里面的 两栖坐在训练 以及突击州坐在训练的计划 那会不会还有下一次呢 那就很难说了 我说过了 拜登接手了特朗普的难摊子 他未来的中美关系会走向平衡 他不会再走 特朗普过去为了拼连任 所搞出来的反中仇中的激烈的路线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到台湾来 基本上已经踩了一个中国政策的红线 已经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现在这个消息已经浮上台面 拜登会不会继续的再延续特朗普的做法呢 我认为不会 所以我认为这一个训练计划 不会有下一次了 这是这一次这个新闻出来 搭配着美国大选的结果 所产生最大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